现代社会的困惑 科技 经济 价值的三角矛盾 当前社会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断推进 人们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 这些变革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人文困惑 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类在这个现代化的时代里 应该如何找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现代科技的浪潮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我们进入了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互联网的发展让资讯的传递速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人们可以轻松地获取各种知识 也可以与世界各地的人及时交流 社群媒体的兴起更是将人们连接在一起 彭扶世界变得更加紧凑而相互联系 在这样的时代 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 社交关系变得虚拟而复杂 人们可能拥有大量的线上朋友 但同时也可能感到孤独和缺乏真正的情感连接 虚拟的社交世界让人们更容易迷失在表面的繁华之中 却难以找到真正的心灵伴侣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的自由流动 企业可以跨足世界各地 商品和服务也可以轻松穿越国界 这种全球化的趋势使得世界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工可能因为低廉的劳动成本而受益 但同时也可能因为劳动条件恶劣而面临困境 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了社会的分化 贫富差距扩大 这也使得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增加 快速变迁下的价值观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 价值观念也不断演变 传统的价值体系被现代的观念所取代 个人主义 自由 平等等价值观 在当今社会中得到了更大的重视 然而 这种价值的转变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 例如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忽视 对于家庭 人际关系的淡漠等问题 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 人们可能感到困惑 不知道应该如何找到生活的定位 有些传统的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变得模糊 而一些新兴的价值观又让人感到困惑 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们需要重新思考 找到适应当前社会的生活方式 和价值追求 寻找生活的意义 在现代社会中 寻找生活的意义成为了日益重要的课题 人们不仅需要应对物质层面的需求 更需要思考心灵层面的追求 在这个过程中 一些重要的元素浮现了 一 内在的平衡 寻找生活的意义首先需要实现内在的平衡 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使得人们容易迷失在繁琐的生活中 忙碌的工作让人们失去了对内心真正需求的感知 因此充实内在世界 找到心灵的平静和宁静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一环 二 珍惜人际关系 虽然社区媒体让人们更容易连接 但真正的人际关系并非建立在虚拟的世界中 人们需要珍惜身边的亲情 友谊和爱情 培养真实而深厚的人际关系 这不仅能够给予人情感上的支持 也是找到生活意义的途径 三 追求心灵的丰富 生活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的追求 也体现在心灵的丰富 阅读 艺术 音乐等文化活动可以丰富人的内在世界 使人更感悟生命的深意 这种心灵的丰富不仅能够让人更加深刻地理解自己 也能够使生活更加有趣和有深度 四 追求个人成长 生命的意义也体现在不断追求个人成长的过程中 人们应该不断地学习 进步 不仅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更在个人品德和内涵上不断提升 这种追求个人成长的精神不仅能够使人更有自信 也能够为生命注入更多的动力和活力 面对当前困惑的勇气 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面临的困惑和挑战是复杂而多样的 然而 正是这些挑战让我们更需要思考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寻找生命的真谛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 但是这种过程中的挣扎与反思却是我们成长的关键 对当前困惑的勇气来自于对生活的真实感知 来自于对自己内心声音的倾听 人们需要敢于面对自己的迷茫 勇敢地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 这种勇气并非意识之血 而是需要在日常的生活中培养和坚持的 结语 总而言之 现代社会的变革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和困惑 使人们需要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科技的发展 经济的全球化 价值观念的变迁等因素让人在现代社会中感到困惑和困惑 然而 这种困惑同时也是一种契机 一种重新定位自己 寻找生命真谛的契机 面对当前的困境 我们需要有勇气去面对 有智慧去思考 寻找生活的意义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目标 而是一个不断追求 不断探索的过程 极有维持内在的平衡 珍惜人际关系 追求心灵的丰富 追求个人成长 我们或许能够找到生命的真谛 走向更丰富 更有意义的人生